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1月3日 新一份施政报告以 《平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为主题 政治内容蝙蝠不多,但是重量十足 特首李家超在报告里强调一国要警惕远对抗 海外乱港活动提出要加强推广爱国主义教育 新兼人大常委、民建联的立法会议员李慧琼 昨天在立法会提出动议 促请政府更深入和广泛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议案获得通过 施政报告主打经济民生大发表之后 第一个在立法会动议辩论的 就是说爱国政治先行,真是相当讽刺 回归前,香港仍然是由英国殖民地政府管治 超过九成以上的人口都是华人 相信绝大多数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或者是上海人、香港人 但是不会觉得自己是英国人 英国人要走了,无法留下了 香港人别无选择之下接受一国两制的安排 怀着良好的愿望 九七之后在一个国家之下 共产党管治之下 香港人仍然可以享有自由开放 被殖民地管治的时候更加民主 香港九七之后仍然是九七之前的香港 仍然有法治都是一个廉洁的社会 九七之后一段时间 香港大致OK 很多时的说法就是so far so good 香港人对国家认同 中央领导人的观感 也都反映在民调那里 漸趋正面 2008年四川的民村发生了大地震 香港人出钱出力救灾 同年北京举办奥运 香港人感到振奋 中央过去一段长时间 都赚了香港人爱国有爱国的情怀 血浓于水这四个字就讲了很多 过去十年间 香港人对中央政府 对内地人的观感 很明显都是转差 涉及当然很多大大小小的事件 有些是一些偶发的事 有些是一些深层一点的事 但是都是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回归之后年轻一代 其实很多学校都安排一些学生 交流团或者是游学团等等 其实年轻的一代 比他们的上几代 都更多机会访问内地 接触生活里面接触那些新的移民 很多都懂说这个普通话 但是不少人对国家 感觉到疏离抗拒 部分人近年还有所谓港独的情绪 官方和亲中人士 就将这些责任推到 所谓反中乱港人士 香港和海外的一些媒体 境外的敌对力量 甚至说有些人要搞 在香港要搞颜色革命 中央过去一直就肯定香港人爱国 香港百年殖民地管治的历史 和回归之后一段时间 香港的发展 其实都已经说明了一切 动切将对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 扣上了乱港港独不爱国的母子 这个其实是埋首沙堆 或者自我催眠 拒绝认清了所谓爱国 爱国变成了一个不爱国 或者是一个问题的本质 或者香港人对中央政府内地的看法 为什么变得负面 这些背后的原因 完全都是有迹可策 北京以为可以软硬兼施 硬的港区国安法 大改就是选举的制度 形容为组合权 然后远的不断说要加码 搞一些国安教育 国民教育 现在就是爱国主义教育等等 这些远昭素 以为可以透过一些灌输 思想上的灌输 香港就可以由乱及字 由字及轻 其实都反映了对香港社会 对香港人的认识 那个了解 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 过去十几年 每届的特首 每届的政府都说 要推广国民教育 爱国教育 讽刺的是越港爱国管治的方式 越走越左 今天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 明报写一篇文 他就形容说要防范 一阻二阻的现象 这个就好几十年前 中央领导人 要警惕主管香港的 或者香港里面 不应该走一些极左路线 张炳良就认为 香港要保持 和国际联系的独特性 但是面对现在 民族主义 情绪高涨 唯恐不够政治正确的环境 和西方的传统联系 或者变成政治和思维 如果他们尽量 代表现在 和 대해认为 我们所谓的 在香港那些 都是 中国人 社会的 一些传统文化 价值 笃 政室 和传统 同時間又能夠建立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文化大都會 香港人對香港本身有強烈的認同感 其實這個一點都不出奇 很多在上海長大 在北京長大 其實都對自己生長的地方有強烈的認同感 但這個並不表示 其實是跟所謂的國民身份認同有矛盾 實際上也不應該有矛盾 中央實施了一國兩制的原意 也正正因為香港一個這麼獨特的地方 有一個歷史發展成一個既有中國特色 也都有國際社會特色的這麼獨特的社會和制度 有它自己獨特的價值 包括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來香港期間 特別提到的國際聯繫、普通法等等 如果令到香港失去了這些獨特作用和價值 還算得上是愛國的行為呢 一班被官方確認為愛國者的立法會議員 搞不清楚什麼才叫做愛國 以為搞一些電影用網絡遊戲 甚至有些提法說發佈防空警告等等 其實都是一些低水平劣質的建議做法 以為這樣就可以令到香港人更加愛國 令人得淡笑 亦都感覺到可悲 原來所謂愛國者 治港的愛國者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這些治港的愛國者就是一些活生生的樣板 負面的樣板令到香港人對愛國的感覺更差 由他們來推動所謂愛國主義教育 真是幫倒網有反效果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聽和支持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是周末愉快